水嶺北港下午4点多 突然开始下起了大雷雨 路面排水不及开始淹水了 水也淹进了住家有杂货店的业者见状 马上加起防水的铁闸 不过于是来得又急又快 水还是淹进去了 业者利用水管排水 还有清扫器具 一桶一桶把水倒出去 不过开放式的面摊可就没那么幸运了 根本没有办法设置防水设备 顾客跟店家只能够泡在水里面买卖 淹水深度一度高达18公分 车辆路过这处路段也溅起了大量的水花 另外位在北港福德公附近的住家 也因为地势低洼 家门口前淹成了一片池塘 不少民众拿来沙包堆放 避免灾情扩大 幸好晚间雨势趋缓 积水也渐渐退去 居民无奈表示台风来没有烟 反而是午后雷雨酿祸 只希望接下来不要再下这种大雷雨 TVBS新闻中从美云内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